今天下午却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话题 发现了好几个男性的海外博主 海外的男性博主 不约而同的谈论起了女权话题 因为他们今天下午被国内的 已经刷屏的这么一个视频 给吸引了 他们谈的是北京三百里地开外 有这么一个城市叫唐山的 这个唐山呢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离北京三百里地 然后呢就被好几个男性的博主 说这个唐山的一群暴徒 殴打群殴一个女性 结果呢 这些本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谈过女权话题 他们也本人就不是女权主义者 首先啊 他们一谈女权话题就露下 但是呢那几个啊就有两个中国啊 就是中国出生的这个男性博主呢 却也先不提他们 说一下这个德国出生的一半德国血统 一半匈牙利血统 这个博主呢会说中文 中文非常好 叫老雷 在他的这个评论区啊 中国的男性更加恶臭啊 就说老雷自己吧 老雷自己他也不配称一个 什么女权博主 首先他本人的行为啊 就跟他所需要的女权 这个理论是不相吻合的 为什么这么说 他本人以前啊四年前啊 就去徒步去中国 在中国境内啊 是他自称啊 是被多少个中国女性纷纷现身 他又嫖娼了 又花钱了 这不都等于 他这个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 性奴役 性压榨吗 那你都对女性进行性剥削了 你怎么还有好意思 称你自己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呢 当然啊 这个老雷啊 他在这个视频 他本身说的话没什么问题 缺解呢 就检查他这个视频啊 单单他这视频本身 他说的话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出在他的评论区 中国男性真的是恶臭 还不如这个老雷呢 老雷至少 嘴巴他能说啊 他思想都想到这 中国的男性 连思想想都没想到这 你看看中国男性怎么说的 男网友 和白人有罪感 相似的情感 因为老雷讲检讨自己嘛 说哎呦 我作为男性 我得为男性感到羞愧 怎么怎么着 然后确确对他 你和你的包皮购 也有相似的情感 哎呦 还有说 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呀 这个东德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你也不能归得结为这个德国特色吧 缺姐说 哎呦 中国的屌癌鸡巴筋啊 一遇到这个问题啊 就开始比烂了 别打黑 只是这个北方老的特色 我们南方人不这样 起码在广东不这样 我缺姐又怼他 笑死了 你岳西的娘就是被你雷州的爹往死里打的 还有的说啊 放我的国家不一样 瑞士 居然是一个打着中文的 然后呢 他的这个文字呢 一听啊 他那个名字就是啊 中文的名字 什么名字 确姐不说了啊 确姐这么对的 我说你赶紧上大街啊 抓一个瑞士土生土壤的白人 问问人家 认为你是瑞士人吗 笑死 确姐了 居然换了本护照 就能相信自己 也被瑞士人当成瑞士人了 哎呦 真有你的 这就上升到全体男性了 看不到已经机器民分了吗 然后 然后确姐又有笑了 确姐说啊 又一个被打搞棒啊 跳到老客地 跳起来 哀嚎了 脑壳啊 确姐学了一下四川话 阿德说呢 哎呦 中国现在啊 已经是分不分的 在搞这个性别对立了 啊 什么这个男权女权 都是非不分的 都在这个对立了 哎呦 确姐就想说啊 就这种人呐 这种霍悉尼的人呐 而且呢 他这个是个女网友啊 他不是个男网友啊 他的名字啊 一听就是女的 确姐对 他这么说 说 中国男网友只是对你说一句 母狗叫什么呢 就你这种田屌 互屌的贱女人 你就可以闭嘴了 还有的说呢 哎呦 老雷好像是女权主义者吧 这确姐说啊 他只是掐 女权犯的白屌子 还有的说 老雷你不懂共产党的手段吗 如果这事成社会热点了 那几个男的反而会更惨 缺姐就笑了 缺姐说 噗痴 跳子都没他爹 跳一下 你倒是抢先心疼 你的屌怎么了 啊 你的屌子还暂时装在你的骚裤裆里 好好的 今儿晚上你别睡了啊 裤裆里插把刀 谁来敲了你啊 你先杀了你自个儿 这事上就没有比你 杀了你自个儿 更牛掰的事儿了 哎呦 所以因为一件打人事儿 啊 这个中国男性就被 集体的霸凌了吗 啊 这是仇男的 这是男的啊 男的在卖残啊 打人是不对的事儿 但是我没有必要 表明受害者的性别是女性 啊 没有必要表明 加害者的性别是男性 确认这么对他的 你他爹倒是有多无能 多脆弱 多自卑 还没到惩治到 这些肇事儿的暴徒们呢 哎 你倒是先捂紧了你的骚裤裆啊 生怕你的骚鸡被散了 你这不是 没善到人家的鸡膊 你先惦记上你自己的鸡膊被善吗 你这种屌子就是典型的男性加害女性 你立马算出来保护男性的 恶毒鸡膊精 还仇男仇你爹个屁眼啊 然后还有一个男的说啊 诱你爹啊 这个个例啊 这是个例啊 不能代表全社会啊 不是中国特色呀 我确确说啊 诱你爹的个例了啊 只要是男性加害女性 屌癌记不经啊 就要跳出来洗地说 这是个例 只要是女性 被逼无奈 被家暴 成年家暴 被逼无奈 反杀男性啊 屌癌记不经就会 跳出来说 罪毒莫过妇人心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记不经 就是要拉偏价 然后还有的说啊 有女生先用的酒瓶子 然后缺姐说啊 你就是想给流氓暴力 找一个合理化的借口 说明啊 你压在家就是 打女人出门 对女人耍流氓的暴徒 还有的说啊 老雷回德国 赶紧繁衍后代 缺姐说啊 这老雷呀 赶紧操你屁呀 繁衍后代 这真是奇了怪了 老雷一个既没有长子宫 又没有长卵子的 这么一个吊子 他是天蚕的 他是不具备繁殖功能的天蚕的 他居然让他繁殖后代 笑死缺姐了 基本上啊 就是这样的 缺姐想说啊 男性博主 你们也不要抢着来掐 这个女权这本法 你们的逻辑啊 漏洞了太多 跟你们本人的行为也对不上好 你们每个人的背后的行为 都不禁八 包括你们 甚至你们的思维 逻辑都不禁八 有一个 这个 刚刚的啊 掐女权犯的这么一个 缺姐对他印象还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男博主 他说呢 什么女性要给男性设限制 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线 人家才不敢 要保护自己 人家才不敢对你下手 说女 很多女性是没有意识的啊 意识不到自己被骚扰了 被耍流氓了 这缺姐想说啊 就你这个逻辑啊 漏洞百出 首先呢 你得怎么没有人教男性不要伤害女性 怎么说能把这个女性受害者 要为这个加害者 男性加害者承担他们犯错的 这个后果呢 为什么要为男性犯错买单呢 这不是啊 受害者有罪论吗 这不就是变相的受害者有罪论吗 就这种男权的 这种女性的 女权的男性博主嘛 缺姐劝你们 你们就赶紧歇岔 该干嘛干嘛去 你们就好好的守护你们的裤裆啊 别滥用啊 就是别出屌 就管好你自己的裤裆 扎紧你的裤裆比什么都强啊 扎紧裤腰带 不要让这个野狗钻得近啊 里巴扎的牢 野狗钻不近 你自己把你裤腰带扎紧了 女的肯定是没办法诬陷你们 这首先你保护自己 缺姐劝男性保护自己 其他的啊 就你们肯定知道 不能加害女性 那就行了 是吧 你们也不给女性加害你们的机会 这就可以了 没话讲了 这个女权呢 真正的女权者啊 早就说了 这个男性的女权者啊 没有一个是真的 他们想的不就是两件事啊 一个是 掐饭的 找钱的 要么呢 就是来性交的 求交配的 就这么两件事 男群 这个男性的女权博主 还有什么呢 就你们的脑子里那点 猫腻 我们女权者啊 我们女权的女权者啊 早就把你们看透了 就不要跟我们女权装 当然了 你看啊 这个女权啊 把所有的理论 所有的逻辑都给摆持清楚了 喊了一万遍都没人听 喊多了 还有人说 哎 你一定是过去过得太惨了 活得惨 心里苦 啊 你现在天天瞎鸡不叫 叫什么叫 烦死了 只要这个男性啊 为女性教育 马上就说 哎呦 你是大菩萨 你是大好人 你是雷锋 而且呢 这些男权的 这些男性的 不是男权的 男性的这个女权博主 他们说的话 没有一样是新鲜的 全都被女权 说过的 哎 只要他们说话 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说明什么呀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 重男性女的社会 女权叫一万次都不如 这个男性 假装说摸的叫美艺术 这就摆明了 还说什么呢